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跟朱立伦翻了脸 您认为马英九他有必要这么做吗 他这么做对于刘秀燕有加分吗 总编 是 欧教授 这个也让人觉得有些 我自己就觉得有些意外 虽然大家都知道 马英九和朱立伦两个人有心结 马英九自己认为 自己作为这个党的前主席 退休的领导人 他自我感觉就认为 他应该成为蓝营 或者国民党的一个共主 但事实上呢 因为在目前的国民党的这样的情势下 各种山头 特别是地方的这个势力很强 那大家可能在心目中呢 也未必把他当作共主 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落差 另一方面呢 朱立伦本身又因为他自己的一些 所作所为在过去的这个党内 也有很多的争议 所以本身国民党本身的这个所谓党的这个中枢力量的凝聚力不够 朱立伦本身的个人的领袖的魅力 说服力也不够 这也都是事实 但是这个时候在距离明年的国民党的党首席换届选举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作为这么一个有分量的这样一个党内的重量级的人物 率先出来表态支持鲁秀燕 这就让人觉得有些意外 因为一来这样的一个做法 等于是给了这个朱立伦 首先给他投了一个反对票 那么也就有一种所谓破窗效应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党内的其他的力量 也纷纷起来对朱立伦说no呢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朱立伦未来距离下一次的这个党的选举之前的这相当的一段时间呢 恐怕他如何来维持党的对这个整个国民党的有效的这样一个治理 或有效的这样一个管制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显然对于国民党的目前的这个团结维护 或者说国民党目前的这样一种凝聚 因为他还要面对一个赖清德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 这样一种压力的这样情况下 对于国民党来说我认为马英九目前的这样一种率先表态的做法 对国民党不一定是一个利好的情况 也不明智 欧教授 是那我们看到马英九啊他的办公室连续两个礼拜都出来说话 而且呢直接指向了就是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再加上啊宋主瑜的亲民党 而且呢说话的这个力度啊是很强大的 那么过去马英九呢在蔡英文任内的那八年里面他基本上没说什么话 可是现在蔡英文下以后呢他却频频说话 而且说话的频率又非常高 说话的强度也非常强 您认为马英九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做 以及他这么做对他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总编 我想马英九目前的这样一个公开的这个表态把马英九和朱立伦矛盾公开化的做法呢 显然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基于他对国民党目前的党中央以朱立伦为首党中央的不满 所以呢他要站出来说话 而现在呢确实国民党就面临一个 虽然由朱立伦作为党主席 但是各方的这个势力啊各自为政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需要有人出来说话 那么马英九自己越来越站出来 那问题就是马英九本身他对党内的影响力也有限 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派系的力量 所以他只是更多的过去他在国民党党内更多的是通过他的一个所谓的个人形象 或者是说他的本身的一个所谓道德力量 因为过去马英九成为国民党的购物主本身就是有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首先他的这个清廉 他的这个对于国民党的忠征等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个人的魅力 那现在呢国民党的这个情况呢 恐怕不是马英九的靠所谓的个人魅力所能够去撼动或者是所改变的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率先表达对朱立伦的不满 未必对于卢秀燕来讲呢就是一个加分 因为卢秀燕本身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 他自己的一个力量 反过来如果说马英九现在就表态支持他 卢秀燕自己本身现在看起来呢 也没有明确的表示哎呀表示感谢啊 或者表示反而对这种马英九的这种知识呢 表示沉默 是我们看到确实卢秀燕啊 对于马英九透过萧继承的表示啊 竟然完全沉默不语 是不是卢秀燕认为啊 马英九出来讲话 或者马英九办公室来帮他要加持 这说不定会反而坏了他的事呢 卢秀燕是这么想的吗 总编 是吴卢秀燕呢应该说在政治上的历练呢 这些年呢在台中啊 经过多次的这个政治选举啊 历练是见趋这个成熟 所以他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呢 他保持一种低调 特别是对党内人士方面的这样一个纷争 保持一个低调 应该是相对来讲 他是比较明智的 所以不急于因为马英九的这个表态 然后就喜行于色啊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他不急于和朱立伦要撕破脸 或者公开的向朱立伦做出挑战 这也是目前的政治的一个环境使然 欧教授 是我们祝福卢秀燕能够稳扎稳打继续前进 在2025年呢 还希望他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成绩 感谢郭总编 精彩点赞 谢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